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這個中微子 我們是作為一個題材的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很有趣的 我們講中微子的研究 很多時候就是講 我們有沒有人測量得更加好 我們測量的是由地面上核反應的中微子 還是那個天上天文上的中微子 我們甚至說過 透過這個由太空來的中微子 可以令到我們去了解這些天體物理可以更加多 所以你說中微子在那個基本粒子研究 和那個天文 甚至乎宇宙物理學赤道的研究 都有它的貢獻在這裡 但是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一講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很希望大家有一個印象就是 這件事一樣很容易產生 但是極難量度的一種粒子來的 於是我們花了很多心思去捕捉它 甚至乎後來成功設計這些實驗的人 都拿了諾貝爾物理學獎的 例如神光一號這些日本的中微子探測器 甚至乎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大學 又是和中科院那裡有合作的研究去量度 那三種中微子最難度量度的那種 那這個叫掏中微子 它的特性是怎樣的 它怎樣由一隻變成另外一隻 那這些都是和中微子性質的東西有關 那我們知道中微子是一件很難和其他東西相互作用的粒子來的 它只是參與一個叫做藥相互作用 就是說和一些叫做Beta衰變那類的核反應 這些這樣的作用 它不帶電荷 所以它不會參與一般的電池作用 就是那些正和互相吸引的作用它不參與的 它也不會被磁場影響的 照計 OK 也不會參與那些叫做強商戶作用 但是可能也都如果它有質量的話 我們就會相信 有質能的話 它就會相信會參與這個慢有引力作用的 但是現在似乎很有趣 有人就提出 在某一些的特定情況之下 這個中微子是可以和這個光在電池的層面有相互作用 而這件事情我們一般是認為是不可能的 但是現在有人竟然由理論那裡認為有可能 雖然這個看起來好像很牛角尖 很冷門的研究 但是因為它是由那個理論上的重要性 是可以證實到 甚至乎有潛質去解釋到一些 我們以往理解不了的天文現象 所以在很短時間之內 突然之間都在物理學界受到一定的重視 也都值得一提的話 但是它發表這個研究的不是一些什麼很熱門的大學來的 其實就是日本的北海道大學 但是你說如果看那個諾貝爾物理學長的得獎史呢 如果我沒有記錯呢 是有北海道大學的教授是有得獎的 就是我要再找一下才能看到 但是你一向看京都大學 東京大學 日本最響的兩家 但是你會發覺那些名古屋大學啊 甚至乎北海道這些呢 它都會戒不中又會出一些厲害的東西出來的 那這個我覺得那個性質就是 我不知道它最後是否會導致到諾貝爾獎 但是我會覺得那種 從那種理論上的深度和能夠涉及 幫我們去理解那個天文上的現象呢 我覺得是一個都幾重要 幾值得跟大家介紹的一個新的發現 似乎是不是這個日本的物理學界很專注研究中微子呢? 是關於一些很基本的粒子的理論呢 你會發覺日本從來都有一個很大的精力放在那裡的 或者你想想日本第一位 拿諾貝爾物理學獎的那位 湯川秀樹 那他本身就是做這些粒子 粒子層面的研究 就算你說之後講赵永鎮一郎 他們講的是量子電動力學 都是講的是一些基本粒子層面的量子理論的東西 也有就是發明到測量中微子的那幫日本學者 他們專門有一個叫做數粒子研究 他們叫做基本粒子 他們叫做數粒子 我還記得那個人台長很久以前 你好像是不是從幾圖找到一本小小的那些小書呢? 日本出的 就是專門是那些講基本粒子的科普書來的 那本不是在哪裡找到 是我自己買回來的 我看下去 為什麼我會提呢? 就是因為裡面的翻譯很奇怪 由日本文台那一篇翻譯 也不是我們看的那一本 你說數粒子 我當然明白了 數人的意思 就是原始很基本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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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看到就是那種 在粒子和相關理論和實驗的那個功底 日本向來都是很紮實的了 我也都認為包括這次的這個理論的研究 他竟然發覺中微子可以在特定場合之下 是會表現到和光有相互作用 而這件事情我們傳統在教科書認為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他來說 他不是用實驗觀測去證實 他是純粹由我們現在認識的理論那裡 就已經找到這個答案了 那這篇文我們也看過的 那個計算的方法 它沒有詳細列明 但是它說了 為什麼這個發言這麼重要呢? 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太陽的那個大氣層 為什麼是比它真熱烈的那個表面 那這兩個概念 什麼叫做是關於太陽的大氣層呢? 那個量度的方法是怎麼樣? 這個就很可愛 其實這個問題呢 一般市民大眾可能很少聽 你如果說太陽的物理學 天文學 裡面 不要只說太陽 任何發光的星 你會發覺它最外面那一層的日面 基本上就是太陽外圍的大氣層 如果太陽大氣層下面那一堆 就是它那一堆等離子體 它就不會有一個地殼在那裡 它就不停地 太陽自己本身那堆流體那堆等離子體 就進行核聚變反應 就有些能量去放射出來 最外圍那堆的有堆氣體 就是裡面的密度高 外面密度低 最外圍就是一堆氣體 但是很有趣的 我們說太陽表面的溫度是6000度 但是一離開這6000度 到達上太陽的那個叫日面範圍的大氣層範圍 你猜一下溫度是多少 原來是100萬度 就是說為什麼下面一塊這麼冷的東西 竟然是可以去100萬度的呢 原來就是我們需要了解一個 任何一個合理的加熱的機制 為什麼令到裡面的熱 好像那些熱是很有趣的 由一個冷的地方 不停地向外面熱的地方去封 我們平時知道的就是 照計就是那些熱能 當然是由熱的地方去冷的地方 但是現在似乎為什麼在太陽這個系統裡面 它太陽的核心是很熱的 核心是去到上千萬度 甚至是億度 但是去到表面的時候是6000度 但是一離開了表面6000度的時候 一去到那個大氣層又上回100萬度 這件事情我們一直沒有辦法理解的 而且是一個自有太陽研究以來 一直到今時今日都是一個不解之謎 是的 所以我們很希望去了解它 而且了解它之後呢 是直接能夠幫助我們去了解 在宇宙上面任何其他的天體 所以我覺得這個意義就是在這裡 我不知道回答了台長 你剛才問的問題沒有 現在始終就是一個 這個問題是未解的 現在就是希望 這個北海道大學的教授 他希望就是透過這個這麼原始的 量子長輪裡面的機制 來去幫我們解釋 這個太陽為什麼它的大氣層 是可以是出奇地這麼熱呢 他這裡也有說的 就是普通牛身你講的 他說就是一個非常之重磁力的等力子體 就會影響到那個 中微子和電 就是這個光子之間的那個 互相作用 在普通的情況 就是所謂那個經典的情況之下 就是說那個 這個因素不夠極端的時候 就沒有 大家沒有那個商戶作用 但是某些的情況 就是很極端的情況之下 就是相對於地國的情況很極端之下 原來他們是會產生商戶作用的 是的 那這裡可以嘗試提一些深一點的東西 大家盡量把一些我可以認為講得淺一點的東西去盡量講淺一點 不是 講得有趣一點 不是講得淺一點 是的 很多時候 就是等力子體這門學問 為什麼它會獨立成一個學問呢 不是純粹因為它有用 而是它可以給到很多 一些平常不會出現的東西出來的 譬如我們會說 為什麼我們那個地球 那些微波傳輸 有時候可以叫做電離層反射 那就是因為在電離層上面 就有一層等力子體在那裡 等力子體就會特別對某幾種的電磁波的反射能力更加高 所以我們運用到那種頻率的電磁波射上電離層的時候 電離層就像一塊鏡一樣 可以幫我把東西反射去地球的另一邊 於是以前那些不去用衛星傳訊的 但是用電離層反射傳訊 都可以覆蓋到一個比較遠的電視廣播的範圍 但是你會發覺 我不知道台長你記不記得嗎? 如果那些節目是在很遠的 其它國家傳來是用電離層反射的那些 那些信號收得很差的 斷斷續續的 有時候會是 那這個就是題外話 而今時今日我們基本上就是衛星 甚至乎光纖已經傳了這些東西 有互聯網的話 那電離層因為它的特性 就是裡面有很多正電荷、負電荷在那裡混合 而它們又不是完全黏在那裡變成中性 它們有些正同腹可以互相游來游去 於是它有些額外的物理特性在那裡 在這次這個場合來說 它就說如果你是一個等離子體 而且那個等離子體密度是足夠高 然後再加上暴露在一個很強的磁場的情況之下 而這個範圍也有上一場 上一大的時候 這三個條件同時成立的話 就會發現到那個中微子是有能力 將它部分的能量傳了去 這個就流失了 就去了光那裡 就以光的形式去流失了 所以我們就說這個等離子體 似乎就成為一個媒介 就令到這個中微子 可以有能力去流失了一些能量 去其他的場合那裡 如果是真空的時候 就沒有這個顧慮的 真空的時候它就直行直過 不會跟周圍的等離子體 有額外的相互作用 令到流失能量 這件事情你可以想一下 用一個好像很顯錢的比喻 你在這個 比如在普通水那裡游 還有你在一缸結韃韃的東西那裡游 你遇到的阻力不同 你的相互作用都不同 有一點點類似是這樣 如果你在真空的時候 你不會有太多額外的相互作用 但是如果你在另一種媒介去游走的時候 你就會跟那個媒介 牽引到一種額外的相互作用 於是有另外一些去產生出來 這樣 我覺得這個中微子在這裏 有一點點類似 但是不完全一樣 因為你如果真正要透徹理解 我嘗試去看過去裡面計的一盤數 每個個都要這樣的量子牆論一盤數 當然我沒有心機去續航去看 但是可以看得出就是說 在那個真空的場合 如果你純粹考慮在真空裡面那種量子的起伏的話 就不足以令到這個中微子產生額外的東西 但是當有一個等離子體 而且再考慮裡面的量子牆的效應 再加上一個很強的磁場的話 就發覺有一個機制令到它 在那個電藥的相互作用 和那個電池相互作用 是有重疊的就會有 其實在那個物理學裡面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說 我們又沒有能力將那個電池相互作用 和這個電藥作用力的相互作用能夠統一 在某些特定場合之下 你會發覺兩個東西其實最後是一種統一的牆來的 而通常就是一個在原子這麼小的尺度的時候才會發生的 但是似乎現在在太陽一個這麼強的磁場 和一個這麼強的等離子體的情況之下 都可以令到這些這樣的電藥相互作用的重疊 和這個電池作用的重疊 是可以在一個這麼大的尺度那裡發生的 那麼這裡是很需要他們真的走進去的 你認識量子牆論 去將它慢慢計出來 這個東西究竟這個項可不可以被忽略 它會不會在某一些特定參數之下 變成一個大到的地步不能被忽略 那麼這次日本有這個研究就有去考慮這件事 而這件事過往是沒有被考慮的 因為很多時候它被誤以為是一個可以忽略的項目 沒有想到原來在一個實際太陽的情況之下 它可能是會成為一個能量的東西 這次它從這個理論上算到就是 它最後出來的量的大小會是多少 最後應該是能量的 甚至大到的地步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到 那個太陽的那個日面 為什麼會燃得這麼厲害 因為如果我們找到中微子有辦法 是在這個場合裡面流失能量的時候 那些能量很多時候就會不會就是 在那個太陽的大氣層那裡就釋放了出來呢? 有部分的原本屬於中微子的能量 在太陽的大氣層那裡 因為它說的這種機制 變成了日面那裡的那些氣體的能量 那我們就解釋到為什麼日面那裡會熱了呢? 那我會覺得如果這件事最後是真的 透過一個觀測證據和電腦模擬去認真地去考慮 而解釋的話呢? 我會覺得這次日本這個研究呢 是解了一個天文學上面一個很重大的題目的 就是那些星體上面的大氣層 為什麼會出奇地這麼熱呢? 那這個很厲害 因為純粹不是用實驗 是用數學的推算可以解釋到 那是一個相當之基礎的文學的題目來的 那這次結束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嗯 鐘仔呀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